第一个地级伤亡出现 当地马使出几天 留下的后手时 击到小队汇聚的烟枝春们 也找到了让所有人回想的方法 各位 现在我有件事 要通知一下大家 啊 这群参与者们 似乎正在用某种投机取巧的方法 让所有人都获得回想 是的 这也正好 趁这段时间 我大致可以分辨一下 谁是领导级别的人物 谁又可以当成炮灰 毕竟等会跟天牛厮杀起来 肉盾和武器都必不可少 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在你们所有人身上都看到了波纹 只要你们坚定一点 会发现自己依然可以回想 果然 所有人身上都出现了浅浅的波纹了 这是什么原理 我只是告诉了他们身上有波纹 可我明明始终觉得我说了谎 为何我连我自己都看到了波纹呢 这种感觉好像自从剧中被毁了 所有的能力都变得怪怪的了 准备好了就走吧 前五 我来这里完成身为双生花的最后一个任务 好 那就让青龙好好享受吧 什么 这个老头 怎么回事 明明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可如此严密的计划 在这一刻 似乎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纰漏 这是多么可笑的巧合 我亲手杀到的老者 他居然是个吉道 这么荒谱的事 竟然发生了吗 一个被我亲自要杀死的人 却也被我的潜意识给救活了 这个纰漏会导致什么 不可预知的后果吗 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 我不介意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 再次将他杀掉 是的 所有人的行为 都在各种天命的影响下 朝着既定的轨道前进 可这个老者偏偏没有 或许这会是这一次计划 唯一的变数 可是杀掉他之后 又要如何稳定 其他吉道赴死的决心 等等 结合陈俊南之前的情况来看 或许这老者现在重生 记忆应该会有残缺 他很有可能不记得 自己挖出过的东西 也就是说 情况暂且是安全的 老齐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胜利的概率 但愿 不会出什么纰漏 我们走吧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 就是超出我意料的事 嘟嘟囔囔囔说啥呢 老齐 陈俊南 怎么事 我 疯了吗 嗨 多 多冒昧啊 老齐 你是觉得自己哪儿不太对吗 我总是看到 不该出现的脏东西 生病了呗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地方做会儿 是不是运动太多了 这和运动多了 有什么关系 生病在于运动啊 俊南仔 咱俩听的版本好像不太一样 哦 看来我已经处在马上就要疯癫的临界点了 所以看见白杨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我倒是觉得你说的对 那肯定啊 小爷一直都对 我现在确实不太适合运动 拳头 接下来就交给你 就按照说好的来 好 你说好了吗 是的 我自己待在这里等人 现在不是我行动的时候 我必须确保 其他意外不会发生 那我们呢 你们可以选择留下 也可以选择自由活动 拳头 如果你想杀青龙 就跟前舞走吧 杀青龙 只要跟你走 我就可以去打青龙吗 是 青龙应该是这趟车上的躺靶子了吧 只要能够放倒青龙 所有事都结束了吗 对 对于你们来说 确实结束了 我还有自己的事需要做 拳头 记得我和你说过的两个字的 齐招吗 记得天人仔 我记性还是很好的 我还要靠我的记性报恩和报仇呢 好 一直以来 多辛苦你了 安啦 为这做客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能够跟对上面的人过过招 我求之不得 天人仔 你就在这里试一觉吧 等你醒来的时候 青龙已经死掉了 感觉这样的分别有点太过草率了 总感觉应该说点什么 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 老齐 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 比如说用替罪保护你之类的 不需要再把自己当成盾了 一开始把你和拳头聚在我身边 确实是想要你们保证我的性命安全 但这种想法 从在和你们相处的时候 就逐渐改变了 这是不是更让人难过吗 你不需要我们替你挡枪之后 便准备自己去死 我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作用了 客观来看 确实是这样 你们不需要替我死 所以 没用了 无论是你自己死 还是我们没用了 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很让人难过啊 那我换个说法 你们作为盾牌没用了 现在可以作为朋友去做 你们想做的 任何事 哎 是啊 老齐 你小子终于承认 我是个英姿萨爽的骑兵了吗 我没说 那小爷可就要去随便溜达了 你都跟老乔交代了战术了 不能给我也交代一下吗 有没有什么二字真言一类的东西 没有 不是 你呀这么冷血无情啊 什么交代都没有吗 别死了 嗯 老齐 你这样说也太吓人了 一般好哥们之间都不是这么说话的 小爷娇娇你怎么样 来来来 跟我念啊 咱俩 谁 死 谁 傻 蛋 念啊老齐 万一小爷死了怎么办 死了的话 这不就成小爷的遗愿了吗 死了吗 你要不看看 你刚才自己说的是什么 死了 会变成什么 嗯 是哦 要是我死了 不就真成了 嗯 这 小爷 这是让你在这给我找逻辑漏洞的吗 就真的没有什么话 要跟我交代的吗 有 是什么 别死了 行吧 老齐 反正我不管 我要是死了的话 我需要你们都记得我的英姿撒爽 你要是死了的话 我就要骂你们一辈子傻蛋 听到没 可以 是啊 现在这个地方这么混乱 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甜甜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帮忙吗 好 我能做什么 做和苍结齐礼一样的事 你是说 复刻一扇门吗 对 苍结齐礼能够用到的东西 在这里 都会再用一次 首先你们要获得回响 其次 我需要一扇门 苍结齐吗 好 没问题 是啊 我已经改造过一次这样的门了 想要再改造一次 应该不是很难 旗下 你要哪一扇门的复刻 我要通往天龙房间的门 什么 天龙房间的门吗 那扇门 在哪里 在走廊的尽头 走到那里里 会先看到天际房间 天际房间里有一扇几乎不能打开的门 它通向天龙 我需要你们摸到它 观察它 复刻它 也就是说 那扇门 在天际生效眼前吗 旗下 你这不是让甜甜去送死吗 不完全是 我希望你们三个人 能够组成一支队伍 负责保护任务安全执行 用不了多久的功夫 天际房间里 就不会有人了 所有的地级 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们引走击杀 可是这不管怎么看 这个任务都有点太 是的 无论怎么看 天际生效可不是什么擅长 不是必须的 拒绝的话也没关系 我这只是想再保证一下 这次计划的成功率 那你觉得 我们三个能行吗 能 我认为一件事想要成功 只有三个因素 那就是 精湛的技巧 冷静的头脑 以及 极强的运气 如果具备这三个因素 都无法完成任务 只能说明 这个任务注定要失败 就连天命 都影响不了 好 我知道了